HELLO 大家好 我是檀檬微光眼鏡的長工 這個是我自己訂的那個 自銳鏡片已經到了 我已經把它做好了 跟大家做個介紹 我用的是1.67的數位鏡片 我ADD下的是100度 比我之前的多了25度 這邊我們看一下鏡片 我這邊特別用藍筆圈起來 這是我的度數 上面是比較歐洲式的 就是遠視性閃光的一個寫法 下面就是我的右眼 近視600閃光175角度175 那ADD是100 比較特別是這裡 特別跟你著名的H就是我的年紀40 左右眼都會有 這個字可能很小 不是特別跟大家講一下而已 所以它這個最新的一個鏡片 就是特別講這個樣子 然後它的寶卡 OK 這邊 這是我們店名 菜絲數位鏡片 然後Smart Life 就是一個智慧生活 然後是亞洲版 特別這是我們亞洲人設計的 1.67 這一個寶卡 這個就是齊柏林 沒有什麼 OK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支框 這個是OVVO的一個木頭系列 那其實這支框很久了 其實這個框是當時OVVO 遠營公司 他們第一次引進台灣的時候 其實第一批到台灣的是這個木頭系列 那當時我就馬上就配了 這個框已經六年了 那為什麼用這個框呢 第一個兩個特點 第一個就是說 我當然我很喜歡它的造型 然後它也非常好戴 那所以這也是我 從退伍從事眼鏡業以來 第二支眼鏡就是 就近框換晶片 上一支也是OVVO 對啊 因為以前配眼鏡就是 晶片這支戴久了就直接淘汰掉 那因為現在我框真的太多了 三四十支 但是在家我再拿這個新的框來 第一個也一時間也找不到 讓我特別喜歡的 那這支框是我特別喜歡的一支框 但是它造型很特別 然後再來就是說 這個是 這個已經六年前配的 然後在原本的晶片 我特別拿下來給各位看 它已經完全黃掉了 所以其實但是它的鍍膜完全好好的 就是我之前講過的 如果鍍膜你超過了三四年 其實就算賺到了 鍍膜真的完全好好的 它能不能戴 其實還可以戴 但是就是 鏡片黃黃的看起來 就不太開心 呵呵呵 就是你的視線就是會覺得 好像有點變黃 有點像綠藍光的鏡片 所以我把它換掉 那就是 第一個為什麼會挑這支框 第二挑這支框是什麼 它的鏡片的寬度特別寬 因為齁 這一組 這一組鏡 這一組鏡片有沒有 它都強調它的 可以跟隨我們眼球的動 就比較不會有 就是影像的一個 就比較不會有盲區 就是影像比較不會 有那種 就是我們眼球 動到旁邊 從鏡片邊遠來看 比較不會有模糊感 所以我特別找了這一支 就是它的鏡框 這個鏡片形狀特別寬 我可以盡量看到旁邊 來去做一個比較 所以這是我挑這支框的一個 兩個原因 那這邊跟各位特別報告 我剛剛戴了一整天 的一個感覺 第一個 真的看到了最邊緣 影像真的不太會有什麼 變模糊的感覺 清晰度 真的我個人認為 真的整個視覺真的沒有什麼死角 整體戴起來的感覺 當然清楚 還是一樣很清楚 對啊 但是我個人感覺是 旁邊看是真的還蠻明顯 真的影像品質 真的都還維持得還不錯 那 最特別是什麼 特別 讓我整這個鏡片 我戴了一整天 最有感的是什麼 滑手機 那因為有可能是 第一個我年紀也到了啦 40歲了 然後我下面ADD 剪了100度 我可以跟各位講 看手機是真的 眼睛真的輕鬆很多 非常非常有感 這個是最明顯的一個感覺 那邊緣影像品質是真的 感覺 比較不會有任何感 就是你看到鏡片最邊緣在看 感覺都還蠻OK的 這是我目前佩戴的一個 心得跟大家來做一個報告 就是說 跟他所講的那個動態視力的一個優化 沒有我個人是覺得真的有差 這個 但是 只戴了一天嘛 可能我再多戴幾天再感受一下 目前我的感 心得就是說 動態視力方面是有感的 然後 在看鏡的 尤其滑手機 這個是差最多的 那看手機就覺得 真的輕鬆 都覺得覺得 整個手機的畫面是真的 感覺就真的 不知道是不是錯覺還是怎麼樣 就真的 覺得手機的畫面變得很舒服 這是我最有感的一個 然後再來我們特別聊到 蔡司呢 因為他為了做一個 應該是促銷吧 然後這邊 這邊 這邊 他就是說 到即日起 到明年的1月底 現在只要 凡彥配這個 那個智瑞系列的競片有沒有 他就贈送一個這個 這個是一個 手機的傳輸線 蔡司 然後他就 充電 就是 也可以拿來當充電線 這邊看起來 有點像是一個 吊飾有沒有 然後拿開 這個是一個造型的USB 這個是真的可以用 我有特別測試過 我的iPhone手機可以充 然後他可以 轉兩個 他可以有兩種不同的接頭 這個應該是 好像是三星他們那些 還是什麼樣的 我不知道 三星的 然後這邊有一些 什麼三星的 然後這邊是ISO的 就是 iPhone跟那個 三星的都可以用 然後 我有測試過 他沒有跳出不支援 此配件這個畫面 所以 他實際上真的可以 可以用 還蠻方便的 那OK 那既然蔡司這麼 有做一個促銷方案 那當然 我自己也在加碼 就順便工商一下 無恥工商 一樣 凡其日起 來我們店 雁佩菜師的 智瑞晶片系列 也一樣到月底 我們就贈送這個 原木 原木的 眼鏡收藏盒 這裡面都是融的 然後這個是玻璃 如果說 你有比較多副眼鏡 你可以這樣子擺起來 然後你要出門前 看今天要戴哪一副眼鏡 就可以很明顯去挑 這個是另外一副 也就是說 反正只要你是 雁佩智瑞系列 任何一種 我們都在 除了蔡司會贈送這個 我們再加碼贈送這個 到一月底 OK 那這個不適合我用 為什麼 因為這個 我擺不完 所以我是直接 你要位置 我直接拿我們再放那個 眼鏡樣本的那個 一盤二十支的那個 再放我的眼鏡 那這個 這個是特別送給各位的 OK 那這個就是今天 我自己的開箱文 那 你希望有興趣的朋友 可以來嘗試看看 這個鏡片 我個人是覺得 目前戴的感覺 還不錯 那有興趣的朋友 來試試看 謝謝各位 OK 不好意思我再特別講 剛剛忘了講 對啦 那個 就是我們在發表會的時候 蔡司鏡片 他有請了台灣好幾家 眼鏡行的老闆 去做世代 就是他在還沒有發表之前 然後他有拍了一段影片 那這個影片呢 搜進網 有把它 po到網路上了 那所以 各位看我的影片 然後我在下方 不管是Youtube 還是我的粉絲團 有沒有 我會在文字敘述上 加上這個影片的網址 那各位有興趣的朋友 也可以去看一下搜進網 這個影片 他有好幾家 包括我們 台南有兩家眼鏡行 北部 中部 有好幾家眼鏡行的老闆 他們實際上去世代 的一個 一個感受 他們的一個心得 然後尤其是 可以特別注意一下 北部好像是B9代 因為老闆 他特別帶 他就講到 他使用多焦點 他本來是 還要再一副 遠中鏡 再加一副中鏡 然後他換了痴瑞之後 他覺得一副就可以搞定了 那個影片大家有興趣可以去參考一下 這次真的謝謝各位了 再見囉 拜拜